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总导演位置都得撤了 他什么时候总导演啊 不是 我们来过去 杨怡川先生上台讲话 大家好 我是风铃动漫新任CEO 我叫杨怡川 很荣幸地向大家宣布 六瑶将在下个月正式上线 并且由我担任导演的第二季 也即将全面启动 六瑶的成功 离不开我们优秀的片音团队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们上台 现在让我为大家介绍我们优秀的配音 首先是担任小师妹配音的 余露希 大家好 我是余露希 在六瑶中为小师妹配音 很高兴大家通过六瑶认识我 喜欢上我 但在这里 我最要感谢的一个人 是我的师父 他就是六瑶的总导演 林楠 是他信任我 给了我机会 一步一步地推着我前进 我才有了现在微不足道的程度 他把自己所有的心血 都付出在了六瑶的身上 但他的名字 却没有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上 我们热爱配音这个行业 但更希望 每个幕后工作人员的付出 得到尊重 很感谢风铃队伍的培养 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配音演员 但由于自己的个人原因 我决定从风铃辞职 退出六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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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不去机场 去另外一个庭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你现在的心情我也能理解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我之后会发出一份解约声明 承担所有的责任的 我不会跟你解约的 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 现在不是一气用事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决定 在你们看来很冲动 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李如夕 只要你还留在风铃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会利用我全部的关系 让你迅速地成为业内顶流 我无法认同张总的做事方式 我虽然离开了风铃 但我一定不会放弃 我的配音事业 我单独跟他聊聊 你好好劝劝他吧 我去外面一部驾汽车 好 大约 我气包担心 我还去他 留 Mosc 你必须去信舍 提醒爱 你自己快来 既然会不会 这 露熙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但是听话 就跟梁一川说 收回你刚刚说的话 我不要 我和梁一川已经聊完了 这个决定不可能改变 你牺牲了自己 成全了我和整个配音团队 我不想承担这么大的恩情和包袱 我只想分担你的压力和痛苦 林楠 你懂爱情吗 爱情不是两个人默默付出 而是一起面对所有 坦诚相待 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冷静一下 好好地想一想 我的手 梁总 公众号和其他的媒体资源 我们都已经对接差不多了 好 抓紧时间 一定把它推成业内定留 号外号外 不妨在线黑衣装 鱼肉系脱银出鱼肉系 炸油你们太冷了 听到我热血沸腾了 怎么是你啊 你又去北京吗 我想去了 那你来找我开吧 来你这看看你 好啊 看吗 没个诚气 你是不是因为鱼露西后悔了 我因为她不想去了 好事啊 那你应该去鱼露西脚呀 来我家干吗 这不是她生气了吗 这还问你该怎么办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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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这事儿能来找找我了 女朋友生气了 得哄啊 我当然知道得哄 可怎么哄啊 兄弟一场 我给你出个主意 这招啊 本来是我给娜娜准备的 但是我们俩现在这如胶似气的状态 基本上也是用不上 什么东西这么神秘 这招 叫知己知彼 晚上你用这个应用程式联系公号985 我会安排鱼露西在那边跟你通话 你呀 就暗中问一下她 怎么才能原谅你 这不就结了吧 这能不醒吗 你不懂 这叫浪漫 羊毛卷小姐姐加油 我们都是鱼粉 风鸣环妹种草了 都给我关注 期待她们的购品 羊毛卷小姐姐叫鲁露西 声音好熟悉 你好 需要喝点什么 你好 我要 你是不是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可爱配音女孩 对对对 对 就这个 这个是你吗 这个 不客气主员 你的咖啡好了 慢慢享用哦 是我 真的是你啊 那我合照影吧 来来来来 她还是六瑶的配音演员 对对对 对 来 那我们去 富汐大大能跟我合照影吗 富汐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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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我们是来了 富汐大千亭嘛 富汐大千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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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主员 你的咖啡好了 慢慢享用哦 杨总 这视频是你做的吧 你婚了 恭喜你 但这都是你在帮我 这可真不是 我呢 只是把你的视频放到了网上 没有做任何的手脚 至于能一夜爆红 你靠的是你自己 我只是没想到 我真的能活 怎么样 开心吗 说不开心那是假的吧 终于我也得到了别人的认可了 梁总 谢谢你 你知道我更开心的是什么吗 是在我被粉丝簇拥的那一刻 好像突然更理解琳娜了 就像看到她以前 被粉丝簇拥的时候一样 原来被人喜欢着 这么幸福啊 我听说琳娜已经放弃去北京了 我听说琳娜已经放弃去北京了 我也已经听说了 我等着她跟我道歉了 需要我帮你们吗 还帮什么 帮你们和好 这个真不用 相信我 琳娜啊 我搞得定的 嗯 你怎么怎么找这么个鸡脚大大地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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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心 别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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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胡 但也不就是这样了 别提了 我这一下子突然穿到空中任务了 还挺不适应的 特紧张 我感觉连死伤活都没有 现在知道人家良一也不容易了吧 还真是 今天找我来干吗呀 对了 是这样 我一个哥们呢 搞了一个公益活动 想请你去做一天电台DJ 这个邱朱卫线啊 它打进来的都是一些 心理啊 或者情感上有问题的青少年 你就帮着给梳脑梳脑就行了 算了吧 娘 自己都一堆情感问题没解决呢 我还帮别人疏导 对呀 所以才找你去啊 你看 你帮别人疏导问题的同时 不也疏导了自己吗 麦大最惹衷于做公益实验了 你不得追随追随她的脚步 好 尴尬 理尬 先生 你好 这里是声音治疗电台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先生 您还在吗 我还在 我最近 跟我女朋友闹了点别扭 那您是想知道 有什么办法能哄她开心是吗 没错 这种情况下 您一定要听我的 要诚心道歉 比如说 对不起 是我自己过于敏感 过于脆弱 那还有呢 还有 自尊心太强 容易犯轴 那没了 还有 还有 做事不顾别人意见 习惯一意故行 那好 感谢 不客气 不客气 小姐 谁呀 让我们家娜娜这么辛苦 这么晚都要工作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下班啊 人家都下班了 我下不了班了 我一堆合同没改完呢 你一直耗在这儿 这些问题又能解决了 解决不了就熬到解决出来为止 如果实在弄不出来 就说明我能力有问题 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 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英雄人 行了 你先回去啊 别等我了 先回去吃饭 那这些问题要是永远都解决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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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思路 我带你先放松一下 我带你先放松一下 你干嘛 你干嘛 这是校服 你 你看 赵俊然 我上班呢 我穿什么校服呀 我都安排好了啊 你必须穿 走吧 不是你 别想那么多了 赵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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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遇到收拾怎么办 你都到街上了 还怕什么呀 走吧 走吧 你到底行不行 咱们现在是年轻人啊 得走出那种六亲不认 清真洋溢的步伐 六亲不认对吧 我给你走一个啊 跟上 帅啊 太多了 了 你走 下班 走 我给你走 走 你回来 蛼 挑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你是 说不出来了 说得出口 我这个人有时候太空于敏感 自尊心又很强 所以做事情容易犯招 不 有些时候呢一一孤行 所以没有顾及到别人的感受 对 那还有呢 还有 没了 不是 你这些话我听着很耳熟 李娜 你大晚上的过来是来敷衍我的吗 不是 现在 先别生气 还有 还有 我应该学着去体谅你包容你 在你生气的时候主动地去哄你 体谅我 包容我 嗯 你的意思是我平时做得特别的不好说 不是 你做得很好说我不好 我太幼稚 不够成熟 这还差不多 那是不是现在 可以原谅我了 那你先做个保证吧 嗯 我保证 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下次 不是 没有下一次了 没下次 可是你上次也说你下次不敢了 我怎么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呀 我太难了 我到底应该怎么说吗 你还太难了 你就应该这么说你 说 你就应该说 宝贝 你怎么会有错呢 要错也是我的错 我能碰到你这么一个愿意 改正我坏毛病和坏习惯的好女孩 我没有去珍惜 我真是太不是东西了我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说 重复一遍 宝贝 宝 宝 宝贝什么来着 为什么 看你是宝贝宝贝宝贝还不明白 你都不明白了 你看你这儿出去 不 不要请你解释 你 走 小缘贝的说 宝贝 宝贝我爱你 宝贝我爱你 宝贝 你怎么会错呢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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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不该爱这奇妙的色彩 曾经受过的伤害 应不应该这样放开 搞不懂是不是爱 应不应该这样放开 小天 我告诉你个天哪的好消息 你面试成功了 不是 那什么 我面试被拒绝了 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活动了 我就不能被理解 没想到你更狠 这是我第一次被拒绝 说明我正在迎接新的挑战 第一次被拒绝 可是我听我姐说 你之前被林大爷拒绝过呀 那不一样啊 这次是事业 事业这不也被拒了吗 那是我自己不想配好吗 又为什么不配啊 我不想再配之前配过的角色 这样才有新的挑战 路才会越走越快 可我还是没想明白啊 你被拒绝了你这么开心 你是不是喜欢被拒绝啊 像之前你说你喜欢我 是不是因为我一直拒绝你 我要是答应你了 你就不喜欢我了 徐晓天 我觉得这是你问过 最有水平的一个问题 那你想知道答案吗 那你答应我一个试试呗 哎呦徐晓天 你耳朵怎么红了呀 那我也问你一个 很有水平的问题吧 什么 徐晓天啊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的是你不会上帝 우 pero 我应该一起进行 是谁说何大一哥 我能开始好吗 让他相遇到便利 它是最好的 你不却想要影了 谁啊 是我 林楠 我错了 我知道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现在 你只要带我干嘛呀 马上就到了 别着急 注意脚下 抬 可以右倒 准备睁眼了 三 二 一 听棚就是在学员阶段做的一件事情 坐在那听 就是 听各位老师怎么录 听 配音导演怎么要求配音演员 其实说听棚吧 其实是看 观摩学习 呃 他这个 呃 很多学员就是说 想学这个 你去先从听棚开始 听一年 听一年多 说 然后跟着喊群答 其实我个人 觉得 就是说听棚 首先 他是一个让你了解这个工作 然后接触这个工作 明白这个工作怎么回事 怎么去做的 这么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但是 听棚 他不是一个教学手段 他是一个配音演员的学习过程 这个过程 我个人觉得 是要 贯穿你的 很长很长的 一个从业时间段的这么一个东西 而不仅仅是你 你是学员的时候 比方说 我现在 口型演练的非常好 我现在情绪 很多角色 我也能拿得起来了 一些就是说 比我年龄稍有距离的 比方说 我现在二十多岁 三十岁 但是四十多五十的这个角色 我也能够 有这么几句话 我也能够 不露痕迹的 我把它完成了 你到这个时候 其实听棚 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刚才说的 听棚是那个观摩学习 就我是在 我能够自己完成角色之后的很长时间 我还在配音的过程当中 从其他老师的身上 学到了很多很多 非常棒的 还原人物状态 处理人物状态的这种方法 而这种方法呢 是平常如果你不主动的去看去听 反复去想 是得不到的 所以说呢 听棚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配音演员 在同学员到成熟的配音演员 必经的一个阶段 但是我个人的理解是 他是一个 应该贯穿在配音演员的一个 很长的一个 从业过程里面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谁待一个跌进时刻 我的心跳动起来 只见触碰你的轮廓 从没想过这个结果 我 目击而遇的相遇 原来命运很早就注定了你 我失去换这段回忆 每个故事都关于你 你像梦境潜零 tonight So I'm so falling in love 无法阻挡的 你的眼神指引着我 悄然无声剧痕之恶 So I'm so falling in love 那就确定了 情愿让我 太过执着 只是爱你 爱的太深刻 了 Zo�� I'm so falling in love 无法阻挡的 你的眼神指引着我 敲烊无声剧痕之恶 Zo surprisingly outside 환ering的 那就确定了 尽然让我 在過程中 只是還你愛的太深刻 只是還你愛的太深刻